山村人家突语怪事 不祥的传言迅速蔓延 皈依经历陆续上演 层层迷雾笼罩古老山寨 是神秘的力量暗中支配 还是自然因素悄然作祟 健康之路雾所山寨 敬请收看 欢迎收看健康之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您可能会遇到 或者说您可能会听说到一些怪事 有一些事那真是匪夷所思 但是后来都能够从科学上做出解释 还有一些事听完之后 你真是觉得毛骨悚然 最后发现其实是一些疾病在作祟 我今天要跟您讲的这个故事 有一位大爷遇到的一件怪事 让整个山寨陷入到一片恐慌当中 拉王寨递出广西省偏远的山区 这里风景如画 却人机罕至 寨子里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他们在这里男耕女之 繁衍生息 王世荣在这个寨子里 已经生活了六十年 膝下有两个儿子 一家人生活和睦 与世无争 可是这段时间 一件怪事 突然闯入老王平静的生活 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让他一阵阵胆战心惊 并对周围的事物疑神疑鬼 原来几天前的一个早晨 大儿子来到老王身边 郑重其事的和他商量了一件事 原来这段时间 老王频频出现一些异常行为 这让家里人很是担忧 他们怀疑 莫非这是传闻中的鬼魂附生吗 于是 大家想请巫师做做法事 为老王屈神避鬼 那么在老王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他分道了 分道了他也不知道 好好的人是吧 就像咱们这突然间发作了 感觉也在行边 不知道是怎么走 怎么回事 最让家人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 那是初秋的一个清晨 起床后的老王上山除草 回来时刚迈进家门 便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当时儿子 当时儿子们都已经外出劳作 家里只剩老伴一人 惊慌失措的他将老王拖到床上 正想给儿子们打电话时 老王却突然醒了过来 当时事发之后 再回想 能想起来吗 想不起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是别人告诉你 对 等于是昏倒了 昏倒了 家人听到这样的回答 感到一阵奇怪 但转念一想 也许是老人家身体劳累 血压不稳 造成的一过性昏厥 可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这样的昏迷失忆事件 接连上演 不管是走在路上 还是劳作在田间 老王总会莫名昏倒 醒来后却印象全无 诡异的昏迷事件 就像是被谁 在记忆里删除了一样 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自个儿不觉得奇怪吗 当时 我也觉得奇怪 您觉得奇怪在哪 这是不知道 出什么事 身体 家人带着老王来到乡里卫生所 检查显示血压正常 医生也无法解释 他的昏迷失忆事出和音 只是简单的通过书页 补充了一下营养 回到家后 老王的亲人和寨子里的人 谈论此事 渐渐的一个不祥的念头 跃入大家脑海 咱们这农村 有的说是鬼上升 是吧 我们在里面说 我的朋友比较好的 就这么说 那时候你去看看 看看鬼事 这么说 寨子里保有古老的习俗 和生活方式 在这里 一旦发生大家难以解释的事情 有人就会想到请巫师来做法事 但老王却不同意这样做 我也不怕 我就知道了 我身体可能有病 不会种拐的 这拐的东西我不相信 现在也不相信 老王早些年是一名林业工人 专门负责木材的检验工作 和外界接触较多 见过一些世面 在他看来 这种迷信的做法 根本解决不了自己 昏迷失忆的问题 对于昏迷失忆事件 他有着自己的解释 老王吃了一些补脑的药 充分休息了两天 本以为生活会回归平静 谁却料一次外出时 他再次昏倒 被同村人送回家后 竟然昏睡了四个小时 把我家里排到医院 吊针四个小时 才醒凝室 所以这个也是家里已经出了 我也不知道 老王得知自己再次昏迷的消息后 彻底懵了 首先他血压不高 其次大脑没有疲劳 那这反复昏迷的根源 到底在哪呢 山野的迷雾 好似在心中也蔓延开来 想到外界关于他鬼上身的传闻 心中不仅泛起了振振寒意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山村里接连发生的事 不仅让老王感到毛骨悚然 整个寨子也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两个 基础是好好的 一下子就昏倒 九啊 生子啊 都是几次的倒下 看起来也像我爸的情况 但是他那一不知之不好 发生在王世荣身上的怪事 本来就让这个山村里风言风语 可谁料想紧接着又出现了两个人布他的后尘 也有这个昏迷啊 失忆这一系列的状况 整个这个山村啊 似乎是被层层的迷雾所笼罩的 那可真是风声鹤唳 阴风四起啊 有些人就开始纷纷的猜测 说下一个遭遇怪事的人会是谁呢 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老王给咱们这村子带来的灾难吗 这个想法一出 这老王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让村民们颇感吃惊的是 后来遭遇怪事的两人 与老王的情形大致相同 甚至有的更为严重 大家不免猜想 难道这场蔓延开来的灾祸 是老王引起的吗 当时心里面就是害怕 反正就是看到他 反正担心他会传染 就是尽量避远一点 对吧 你别碰他 碰他就受到 肯定受到传染 还有这些说法咱们知道 老王的怪病是可以传染的 谢谢您们 村子里接连出现的昏迷 现在年轻年轻啊都叫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 我们这位取核打工啊 万一怕潜艳 潜艳给他们 所以说造成现在这个村人也不多 好像 不多啊 我们这些一搏连上运啊 一搏连上运啊 从病虫害太多 用的浓油啊 太多 现在整个 整个山坯 山高 都要 都是 都是要 有浓油 浓油水 我们杀虫啊 拉王寨的水源 来自于天然山泉 祖祖辈辈的饮水 都靠这一眼山景 莫非 水源在最近 受到了什么污染 而导致饮用者 出现昏迷失忆的状况 不是 是不是咱们都吃着水啊 或者是 什么吃不干净啊 变成 形成那样 得了那个病 为证实这一猜想 有人取了些水样 拿到县里的地质部门进行化验 结果却是 拉王寨的山泉不仅没有污染 而且是富含矿物质的天然水 不光煮沸后饮用没有问题 即便生饮 也不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威胁 如果水没有问题 那还有什么因素 会导致村里人陆续发病呢 大家又把注意力 转移到种植蔬菜的土壤上 难道是土壤中缺乏某种微量元素 导致种畜的庄稼蔬菜 不宜实用吗 检查结果显示 土壤没有任何问题 蔬菜上残留的农药 也并不超标 由此老王当人的昏迷事件 就此成为一个谜 王世荣眼看着乡亲们和自己日渐疏远 大家都认为他患上的怪病是不祥之兆 自己的内心深处也非常痛苦 他决定一定要到城市里的大医院查个究竟 还自己一个清白 经过多方联系 王世荣听说青岛的解放军401医院 在医治莫名的昏迷失忆方面颇有经验 于是他不远千里来到青岛 医院神经外科卢佩玲医生 负责接诊 针对老王突然晕倒 并办发失忆的症状 医生将会做何诊断呢 除非大脑当中有医务或者是长了症瘤 那么受卖大脑正常的生物点活动发生了乱乱 从而干扰了正常的大脑的生物点活动 导致了这个意识当时 医生分析 老王表现出的昏迷失忆像是癫痫的一种发作类型 而这种癫痫的发病原因通常都是因为脑中存在异物或肿瘤 为证实这一猜想 医生将要为老王做头部的核磁检查 随着探寻的深入 一幕令人震惊的画面浮现眼前 作为核磁工程强化以后 我们就发现在他的左侧的镍页 这脑脑就算白了 听老百姓通常讲 这脑子左边 脑表面上看到一个环形的一个强化影子 大小大概在一公分左右 这个脑子里的异物究竟是什么 影像科主任也不能给出明确答案 那么为了明确这个病面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话 那么我在临床最后还是需要临床手术 外科手术把这个病面切掉以后 做病理化验 病理检测最后确诊 只有将异物取出通过化验 才能确定它的性质 那么这个异物是否就是 引发老王癫痫的罪魁祸首呢 接下来 医生要通过脑电图监测来确认 医生将电极分布在病人头部 电极与电脑相连 通过24小时的脑电情况进行计算 从而锁定引发癫痫的病变区域 发现了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脑电定位检测 检测完了以后 发现就在这个部位上 发现脑电异常 这就考虑 是不是就是这个病道 引起了病人电间发作 引发脑部异常放电的区域 和异物所在的位置完全吻合 导致老王昏迷失忆的原因终于找到 就是这个异物的存在 导致了癫痫发作 可是通常情况下 癫痫发作的症状 一般都是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而老王却是昏迷沉睡 醒后出现失忆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癫痫发作 种类非常多 非常的多 有一些呢 癫痫发作类型呢 很容易被忽视 这个病人呢 就是他在发作 这一个过程中呢 这复杂部分你发作 在这 在他发作这个 这个阶段呢 他任何事情呢 都回忆不起来 我们家属呢 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突然失忆了 对 他也是癫痫发作的一种 脑中异物的存在 引发了癫痫发作 那么要想把病治好 医生又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我们后来就给他安排了手术 那么把病道取出 那么把根源取出了 癫痫不会发作了 病道就容易治愈了 老王住院一周后 神经外科医生 为他进行了 开颅取异物的手术 通过显微镜 医生终于找到了 那个神秘的东西 并顺利地将它取出 我们当时属性当中 取出一个肉芽样的东西 大小大概是 不到两栋翻那么大 这个像肉芽一样的异物 究竟是什么呢 仅从他的外貌 医生并不能得出结论 经过病例分析 结果令大家大吃一惊 婚言以后 一看是当成 经过手术 从老王的脑子里边 取出来的异物 一化验 它竟然是条虫子 正是这个虫子的存在 才让老王出现 什么昏迷 失忆 等等一系列的状况 这个结论一出 医生就更加迷惑了 这虫子怎么会 跑到人的脑子里去呢 难道说山寨里 另外两个人 也是因为脑子里有虫子 才导致这一系列的状况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 医生就找到了老王 跟他做了一次长谈 希望能够解开 脑中虫影的神秘面杀 手术静松王氏 如脑内取出一条虫子 这样的结果 令老王始料未及 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当时我说脑瓜里面 怎么会生虫 奇怪 我怎么考虑 你喝水 喝生水 进上去 喝生水 进度 他基本 他都进度下 他怎么会 把他脑瓜里面去 也奇怪 在与老王谈话前 神经外科医生 查阅了很多医学资料 了解了有关脑囊虫的 相关知识 原来脑囊虫 寄宿到人体脑内 只有唯一的途径 那就是饮食 那么 老王的饮食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随着谈话的深入 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 我们整大老王城以后 我们就了解这个病人的病史 在他们这个老家 有这个 是这个生猪肉 生肉 生血的这个 这种习惯 这就不难揭开 就是 他这种情况 原来 在老王所居住的寨子里 还保留着传统的饮食习俗 每逢过年过节 大家习惯将生肉 拌上生血 站着佐料吃下 吃生肉 吃生的东西 羊啊 牛啊 之类的 刚刚开始吃 是没什么味道 吃 吃素多了 也觉得忙 还可以 医生们调查发现 正是由于老王他们吃生肉 这种饮食习惯 将寄生在生肉中的脑囊虫 带到了人的体内 他吃了这个 带有脑囊虫的这种 这个肉 没有猪熟的这种肉 然后 进到肠道 然后 经过这种感染以后 经过 经过学习 换进到大脑 在大脑中 发育成 脑围幼 然后引发这种疾病 医生的解释 让老王如梦初醒 没想到找了一圈 患病的根源 还在自己身上 多年来 不良的饮食习惯 终究惹祸上身 那么 与老王同一山寨的 其他两人 出现昏迷抽搐 也是同样原因吗 那么如果说 他们的群体当中 或者他们的村庄当中 能有他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种 人发这种疾病 考虑应该是和这种 也是习惯 有关系 会不会是 感染了 疾虫虫 或比如说脑囊虫 于是 笼罩在山寨上方 很久的失忆迷雾 终于有了科学的解释 村子里陆续出现的几个昏迷的病例 都有可能是因为生吃猪肉猪血所致 所谓妖魔俯身的迷信传说 也从此在村庄里消失了 自从做完手术 将引发癫痫的脑囊虫取出 老王的癫痫病再也没犯 回到家后 他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同时也做起了村里的义务宣传员 奉劝大家注意饮食卫生 不要吃生肉生血 即便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也不要因为贪图口福 而损害了健康 绿茶 红茶 黄茶 白茶 黑茶 青茶 六大茶类沉浸茶史渊源 茶艺茶道 茶文茶汁 茶俗茶礼 泡茶喝茶 乐享快艺人生 早春三月 健康之路齐去各路 饮茶爱茶之人 品茶论道 共去茶话 品茶人茶室 回味茶里茶情 健康之路系列节目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